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主讲者 城邦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长何先生 学习的优先顺序 其实可以跟你现在当下的工作 直接正相关 因为你如果说 我现在有一件很急的事情 举例来讲 比如说你现在负责的是 你这个公司的线上的粉丝团互动行销 那你第一个当然要去学的是 是怎么样利用FB做粉丝团的互动行销 一定是要立即去增强这样的一个知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是 按照你现在的急迫性的需求 去决定你要做什么 这一定是朝这个角度来思考的 当然如果说你对于 现在没有急迫性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有比较宽广的空间来设想说 未来什么样的可能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 人在低潮时 好学习 现在你的工作就不上不下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让你 这个新的挑战 那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比较余裕的空间来选择说 我下一步可能要做什么 那主动去选一个 你可能未来会用着的这个事情 或者是你有兴趣的这个知识领域去学习 最麻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举例来讲我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小朋友回来跟我讲说 何谢我来这边工作已经三年了 所以我现在想留职停轻一年 然后去念点书 充电一下 其实这是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事 我说第一个 你全力在工作上 工作就是另外一种学习 你不断地做同样的一件事 然后你对这个事情 你一定会有更新的想法 有更好的一些这个发想会出来 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OK 然后呢 你怎么会说 没有新东西 因为工作上可以学习 工作之余你可以学习 那通常比如说我会问说 那你有没有特殊想学的事情 你现在假设我同意你留职停轻一年的话 你立即想去补充什么 如果他说 这个东西我还要再想一下 那也许去 这个 那这个事情就更莫名其妙了 所以基本上 我几乎可以这样下结论 他会想做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是工作倦怠疲惫之后 他想做了一件事 他并不是真的 真的 就是说我现在急着 需要做什么事 去做模像这个定向这个学习 所以基本上 这个你如果是这样子 对学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涉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的话 然后你就是只是停下来 想去充电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原木求鱼 这是做不到的 可能我对天生对新鲜的事物 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所以我不断地会去寻找新的挑战 然后寻找新生事物 然后对新的事情 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不过话讲回来就是说 如果你对于你不是像我这样子的 拥有这么无所不在的好奇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 应该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知识别设限 不要想说这个是我要的 那个是我要的 这个是我不要的 然后我只要这五种知识 然后看到非这五种知识 不是五种领域 那我都没兴趣 都转头就走 你如果只要不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尝试 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有比较多 不一样的这个学习的经验 跟学习的历程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你为什么会限说 就是我刚讲的 你先设定了一个 你所需要学习的白名单 那你只要不要设这个白名单 就好 我很多朋友 企业节的朋友 有看我们记者当久的讯息很多 见到我 好啊 最近有什么 靠后作为行李的吗 没来报纸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常有人问这个我的问题 我说 好做的生意满街都是啊 每天我都看到三五个 我每天都看到三五个 可以做的生意 或是可以掌握这个机会 这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跟 读书一样的好奇心是一样的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 如果你有想象力的话 那你就能够看到非常多的 这个可能性 那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机会 OK 所以你问我说 会有什么新鲜事物可以去做 我老实说 我每天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我不断在发现有各种新鲜事物 然后呢 每天都要杀十五六个 然后留下一两个继续研究一下 那研究了几个月 马上就看到 有些事情确定是可以做的 那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我会看得到 你们可能会看不到 这个就是 你对那件事情有没有想象力 比如我看到一件事 看到这里有一个hint 有一个讯息出来 那我就会想说 这个事情 这个讯息如果加上什么事 再加上什么事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chemistry 那产生什么chemistry的话 就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机会 这个我时常会做这样的赛盘推演 OK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想象力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 你对于那些新生事物 你不能只看到表面 你要看到它的insight 然后你要观察入围 那当然如果你对那个 那个新生事物的相关的 这个domain knowledge 相关的知识 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这个理解 因为有些机会是要从 那个 因为了解那件事情的底层 你才会知道 我随便举个例子 常常去参加 这种公众场合 那上去就要别个花 对不对 每次别个花 那个花就是 标准的知识 就是很窄的一个夹子 一夹就掉 我看了几十年 我说我如果来做这个事情 我找去做一个很长的这个夹子 那就保证不会掉 那那个一定很好用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对于生活周遭所谓的现况 你一定要抱着不满意 觉得他们没做对 没做好 然后一定要有 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机会 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生意 很多的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可以做的事 刚刚这个主持人讲说 我办很多杂志 其实不是 不是我想学什么 我就办那个杂志 是通常我做过那个事之后 然后很不满意 就办那个杂志 真的 因为我学电脑 这个电脑杂志我可不可以学不会 就很火了 就办本电脑杂志 因为食物的体验很坏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买了第一个房子要装修房子 然后就开始研究怎么装修房子 就买了所有的书 我当时为了装修房子 我买了大概七八万块的书 然后七八万块的这个杂志 就发觉 这个杂志看不懂 书看不懂 这个房子装修完了 我就下定决心办了这个漂亮家具 就做这个事 是因为对那件事情的不满意 不满足 然后发觉市场上有个空缺 你准备 因为他们没做好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我不相信你在生活周遭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不满足这样一件事 对不对 那你有不满足 你就会觉得他们做的不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那透过这里 那你就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很多人经常是有看没有到 你看了 但是你没有感觉 没有体会 没有想法 没有理念 没有概念 那你当然就什么都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想 如果要 找新的这个想 可以做的事 或是新的想法 新的机会 那真的是 你只要多一点心去观察 这个其实不难找的 因为这个很想ат 没有经常也是 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